院会主席 曾副院长 各位同仁 新闻界的朋友 杨琼云发言 今天我要为这两个礼拜以来 人心惶惶 我们呼吁政府应该要让民众实在安心 实在安心 我们这一次呢 能够有卫生署的一个祭祀 来发掘到 主动发掘这个问题 我在这边特别要以掌声来赞许这个 提供出来的这位祭祀 因为我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一个公务人员 在公务体系里头 成如我们总统所说的 必须要抓出细节里头的魔鬼 这位祭祀能够这么勇于的 那么细心的来提发出这个问题 真的是让我们全民之福 当然发掘之后 我们必须要能够实在安心 也就是政府的政策 在政府这一次的作为 卫生署的公开透明 实际说明到底目前的这个状况究竟是如何 让民众来了解 我们给予赞许 但是我们在这边更要给予勉励以及建言 也就是第一个 必须下架的这些 到底他是危险或者是不危险 应该要在最快的时间去理清楚 从第一个源头理清楚 将源头的原料要总归控管 让我们在中下游的免除这个后患 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 而且必须要严刑俱罚 这个是更是重要 让所有有心之徒绝对不可以有投机的行为 去危害到人民的一个时的一个安全 以及生活的一个恐惧 绝对是要遏止的 在修法上面 言行来这个聚罚 第二点也就是将下架确实是有问题的 应该要立即做宣誓性的一个工作 也就是公开的销毁 正式糟糕天下 我们政府是有魄力 有能力将这些有问题的这些食品或者商品 全面的来做销毁的工作 而且让社会大众知道 我们往后所吃到 所用到的都是实在安心 用在安心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同时我在这边更要勉励政府 我们所有相关的执行政策 绝对不能老民 因为民众的经济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我们目前政府 唯一民众最能够肯定的经济一个起飞 工厂全面的24小时在做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要严访不能老民 让民众可以明确的知道 到底我们实在安心的项目的范围 而且不法者绝对是严刑重罚 而且是全面消费 让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的政府 是信心十足的实在安心